为了增进同仁对身体健康的重视 花莲市公所陆续开办健康奖座 特别邀请了门诺医院的医生到市公所开讲 各科室也派出代表来上课 未来可以做健康种子 把预防肝病以及大肠癌的胃教观念 传达给公所的每位同仁 门诺医院两位肝胆肠胃科的专业医师 来到花莲市公所 向同仁们传达保护肝脏预防肝病 还有远离大肠癌的健康观念 本身拥有医疗专业背景的市长魏嘉贤 更是苦口婆心的丁令同仁 唯有健康平安的身体 才能够陪伴家人更多时光 肝脏其实是一个沉默的器官 今天也谢谢郑医师跟荣医师 来到这里来跟我们所有事公所的同仁分享 他们在临床上所看到的一个经验 那要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肝脏 有他的SOP 那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过去在工作上面努力的同仁们 那或许在生活上 没有特别注意到自己肝脏 是不是有相关的病变或症状 那也希望透过这样子一个 卫教的知识之后 能够回去分享给自己的家人 也可以分享给办公室其他的同仁 那能够及早防御 及早治疗 我相信很多的疾病都可以及早 如果能够及早治疗的话 都能够提早的来做一个痊愈的部分 那也希望我们同仁们也能够提早来预防 所有的疾病都是可以来做相关的仿制 那再次也要呼吁所有的民众 自己的肝脏 自己的身体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够有完整的家庭 也希望大家永远都能够健康跟平安 这场卫教讲座是由市公所人事室主办 有30多位公所同仁出席聆听 第一场是由郑穆良医师 以如何保备您的肝脏为题 和大家分享肝病发生的由来 第二场则是由容博言医师 来谈大肠癌筛检的重要性 市长卫家贤希望透过卫教讲座 让公所同仁了解肝病 或者是大肠疾病的常识 分享给家人和其他同事 万一发生的时候可以及早治疗 唯有健康的身体才可以有完整的家庭 这里会幻视报道